你不要一句話就說公司倒了就倒了就沒你的事 他被屁股就走了嗎 是這樣子嗎 數十名白衣人聚集辦公室 抵著頭部說話的女子 就是涉嫌非法吸金200億的五戶集團女總裁陳秋白 一度起身要離開 現場爆發拉扯 女總裁親自向受害者道歉 但只有少數幾名在辦公室 還有數十位受害者成立自救會 聚集在高雄總部前抗議 曾經是公司業務的自救會長 不只拉下線也投入超過2000萬 如今面臨失業 錢更邪本無歸 高雄知名禮儀公司五戶集團旗下龍海公司 今年五月因違法販賣契約商品 涉嫌吸金兩百億 女總裁被立院罰兩億元 判刑十年半 案件進入二審竟然還更新契約 新樂火2.0繼續騙 被檢察官怒斥莫無法計 女總裁以三百萬交報 陳秋白總裁跟蔡英文總統 他們一起合照的 他是優良的得獎代表單位 畫面最左邊 女總裁親自北上到總統府 當時總統蔡英文還出面接見 五戶公司成立二十六年 不只賣契約 還投資餐飲竭力公司 過去中南部的牛角燒肉 就是他們加盟 高雄同盟旗艦店 也在2017年獲得建築原野獎 受害者要求政府查清楚 也成立自救會 向地檢署陳情 TVBS新聞徐居宏家居然SNG小組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